在南卡羅來納州政界和宗教界領袖陪同下 克里州長星期一提到引起糾紛的邦聯旗戰問題 老夫被控在柴爾斯頓一個非洲裔美國人教堂內謀殺九名參加禮拜的人 他廢武邦聯旗次和焚燒美國國旗的照片四處流傳 克里州長承認邦聯旗次對不同的人有不同意義 他說美國人仍然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門前懸掛邦聯旗次 星期一當地部份知名人士呼籲州議會議員 在星期二就移除邦聯旗次進行投票 查爾斯頓市長賴利亦呼籲移除邦聯旗次 他說這種旗次應該放在博物館裡面 公眾在博物館內可以觀看旗次 周圍配有適當的解說 他說在公眾場合展示這個歷史性象徵 會發出一種錯誤訊息 奧巴馬總統亦表示邦聯旗次應該放在博物館內 但對這個問題南加羅來亞洲有權作出決定 美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輝 駕物文在國際上 由美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 中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 母公圓 中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 改革 中國之音記者霍克 華盛頓 中國之音記者霍克